DSE 同學 因為我們知道DSE的同學 他們沒有辦法回去從老師補課 但他們要考公開試 所以我們設計了一個為期五星期的練習給同學 每個星期五我們發放題目給同學去做 全部都是能力上的訓練 我們由淺入深 由最初一些對圖像數據的解讀 去到綜合資料的分析 由最初我們可能只是設計一些選擇題 填中題到後來就有些問答題 希望同學去模擬公開考試的情境 去寫一些課題給老師去規改 我們很難去貼題目 因為考我們都不是想用貼題目的形式去幫同學 但我們都知道 考公開試通識科 其實同學對能力訓練都比較高 所以我們就以能力訓練作為一種設計練習的方向 如果是DSE文憑試的練習 就總共有105間學校參加 大概1萬多個學生參加 因為他們主要是為中六同學準備 當時我們的目標都是想幫中六考試的同學 我們明年會繼續 因為事實上老師也反映了 對於通識的練習他覺得很好 他就算復課之後也希望繼續 我們都會想想怎樣可以從學校繼續合作 提供這些練習給學校做 中六同學加油 我都知道你們是一個很艱難的環境 因為考試又不知何時考 考試的環境都很不理想 但這正正是一個挑戰 我們中國人有句話 將降大任於私人也 必先勞其筋骨 這可能就是上天要給你們一個重任 希望你們能夠堅持下去 所以我希望勉勵所有中六同學 考試的同學 加油 努力盡力量去考好這件事